大家好,我是小默 最近天气越来越热啦 美好的春天正慢慢的进入尾声 这期影片的主题是帮肉肉们换盆的日常小记录 分享给大家 第一个要登场的主角是大浦肉老品种 名字叫做德雷 是在2022年3月买的 当时它只是一寸盆的小苗苗 看到它又橘又粉的颜色 叶子又胖乎乎的 当下就很喜欢 就把它带回家了 入盆后在室内窗边养护了20天左右 就开始到楼顶路养 因为原本住在室内光照不足 已经有一些土长 从5月到8月住在遮阳网底下度下 不休眠不睡觉偷偷在生长 到了9月份 蜘蛛就变得很大一朵 头重脚轻 风吹摇晃就会跌倒 后来看记录 我当时竟然直接把它砍头了 我现在回想不起来 当时还是新手的我 到底哪来的勇气 后来大头在伤口晾干以后 另外千叉种植 圆珠就带着一根小天线 修根以后重新入盆 时间来到秋天11月底 看得出来两盆德雷都已经浮盆 长出新生的叶片 颜色翠绿健康 到了去年春天2月份 叶片变厚变粉嫩 终于再度长回德雷的样貌 被砍头的圆珠冒出不少的侧芽 渐渐长成热闹的群生 已经看不到当时那一只小天线 而另外千叉的大头 依旧选择继续壮大的特色 没再客气的 去年5月再度进入炎热的夏季 再度变回丑丑的样子 依旧不睡觉 还在长侧芽 长高高 到了8月份 因为叶蛮泛滥成灾 还有乱了方寸造成的药伤 德雷的叶子一片片的掉落 金布也因此伤痕累累 真的很心疼 时间来到去年12月 经过几个月的休养 它们都火过来了 看看这一株原本的大头 长了又壮又长的花间 依旧还是头重脚轻的过日子 而另外一株小天线 原先的叶片已经掉光光 这些几乎都是重新生长的 查看之前换盆的记录 到现在也已经一年多 好不容易活下来 就该庆祝一下下 决定帮它们换大一点的盆 先来帮小天线脱盆 之前为了预防跌倒 在盆面放了一些石头增加重量 脱盆后可以看到根系长得还不错 都有长到盆底了 但考虑之前虫害和药伤严重 根系都偏干枯了 所以这一次打算只保留主根 其余毛细根都要舍弃 让它重新生长 再来是这一株大头 它的花剑也该是要剪下来了 会留这么长 是因为有一段时间一直下雨 不敢剪花剑 也有一点想要叶夫 增加德雷的数量 所以干脆让花剑上的叶片 养肥一点 再来下手 可以从盆外看到 大头的根系已经长到盆底 都串出来了 脱盆后发现 它比另外一株小天线还要厉害很多 根系扎实饱满 主根也很粗壮 在挣扎要把全部的德雷组成一大盆 还是要分盆比较好 总觉得它们未来可能会暴风生长 第二个要登场的主角 也是大浦肉老品种 名字叫做桃枝椒 也叫做碧桃 桃鸡 或树形石莲 是在2022年2月份买来的 那时候买了两株一寸盆的迷你椒 在室内窗边养护了一个多月以后 开始到楼顶路养 其中一盆后来送给同事照顾 进入夏天以后住在这样往底下 不休眠依旧在努力长大 从5月到8月长高了不少 到了9月份怕盆子太小 就决定换大一点点的盆给小阿娇 我以前真的比较勤劳 动不动就换盆 因为很喜欢这个品种 看别人有群生的很羡慕 就忍不住上网 买了一株已经群生的桃枝椒 在室内养护一段时日以后 就到楼顶加入路养的行列 到了11月底 气温渐凉 两盆桃枝椒都相继浮盆了 时间来到去年春天2月份 原本瘦弱的小阿娇 明显长大了不少 虽然静感还是很纤细 但珠形和叶片变得圆润立体 底部还冒出新的小牙宝宝 同一时期的大阿娇 更是赏心悦目 一朵朵圆滚滚 热闹的触涌成团 尤其是在阳光下 质朴纯粹的绿 搭配叶缘渲染的一抹红 就像是清新酸甜的梅子绿茶 到了五月份 躲到遮阳网底下都下 小阿娇不但变瘦还徒长 大阿娇的变化不大 就只是叶片变得比较薄 到了七月份叶满大菊入侵 叶片开始异常脱落 筋部也有被咬的痕迹 一开始我没有弄懂是虫害 以为是单纯的染菌 一直没有对症下药 所以病况越来越严重 看看夜心夜背 还有静感 都是夜蛮造成的病症 后来在因为药伤的打击 小阿娇就这样坏掉了 我当时觉得可能要放弃治疗了 而大阿娇也有被夜蛮攻击 可能因为本钱够厚 所以还撑得住 反而后来是被药伤所害 叶片就变成大花脸了 时间来到去年12月份 很幸运的两盆桃枝胶都存活下来了 可以看到小阿娇的筋部有很多伤疤 但经过修养也变得粗壮一些些了 还长出许多小牙宝宝 大阿娇则是几乎完全恢复健康 叶片和猪形渐渐长回来 可惜的是经不留下黑黑的难看的伤疤 查看桃制胶的生长记录 距离上一次换盆已经一年多 而且现在这个盆子对小阿娇来说太小了 打算趁着冬天帮他们换换盆 脱盆后可以看到根系并不多 应该是之前的病害影响了生长 也有可能是因为盆土太少养分不足 我打算保留主根 把木端的细根稍加修剪就好 希望更换新的盆土以后 静桿上的小牙能快快长大茁壮 接着要来帮大阿娇脱盆 这次想要认真整理 有必要的话可能要拆开来种植 因为群生的植株如果枝头过于拥挤 在渡下时可能会比较闷热不通风 容易染菌生病 在脱盆后可以看到根系长得很丰盛 但拆解起来不太轻松 因为之前套盆的旧土坨是以泥炭土居多 会比较容易造成土壤板结 结果都不用动刀切割 自动就分散了 我打算每一小猪都只保留主根 舍弃毛细根 整理修剪以后 对于根系和植株的发展都能增加火性 期待它们以后可以更加枝繁叶茂 第三个要登场的主角 名字叫做摩海 是景天科前然菜鼠的多肉品种 在2022年2月份买回家 是一寸盆的小苗苗 入盆以后 先在室内养护一个多月 就开始到楼顶路养 在渡下期间 虽然叶片有晒伤 但长大了不少 时间来到秋天 它依旧绿油油的 到了去年春天2月份 叶成有变多了 叶圆总算有一点点泛红 底部新生的小牙宝宝 也在努力长大 后来4月中旬 因为筋部抽高 它开始歪斜 容易重心不稳 泼盆后发现 因为原先的盆子太小 盆土少 营养不足 所以根系也不茂盛 因为快要夏天了 所以决定不休根 直接重新入盆 还用压克力棒辅助 来支撑枝条 在更换新的盆土以后 可能养分充足了 它有了很明显的成长 8月份发生虫害和药伤 对它似乎没有影响 可能对叶蛮来说 这种叶片不好吃也不好躲 就这样平安度下了 时间来到去年冬天12月份 它的造型让我有些不知所措 不理它的筋部 有可能会一直抽高 也有可能到后来会垂下来 经过一番挣扎 我决定先修剪 降低高度 看看之后的变化 再做打算 剪掉其中比较长 而且已经有冒测咬宝宝的枝条 再舍去一些就业片 让养分可以集中在 新生的叶片上面 剪下来的枝条如果比较长 再分段修短 把靠近底部的旧叶片也舍去 大约只保留2-4片 来应付扦插生根就好 修剪枝条以后 就变成这样 有点粗粗的 丑丑的 接着就要来托盆咯 托盆后可以看到 和半年前的托盆相比 跟细变得很丰盛 果然足够量的盆土 才足以应付植物生长所需 要空行的话 还是要等后期长大以后再说 我打算只修剪末端的细根 好不容易长壮 长出的主根要完整保留 都托盆完成以后 把肉肉们放置在阴凉通风处 晾干半天 接着就要来重新上盆咯 第一个要上盆的是德雷 后来还是决定分两盆种植 这样能让它们有比较大的发挥空间 德雷是景天科尼石连鼠的托肉植物 属于大型品种 它的叶片厚实 平常叶片的颜色偏绿 在进入秋冬季节 气温下降以后 植株的颜色会渐渐转为 粉嫩的橘色或橘黄色 尤其在光照充足的环境下 还会变成橘红色哦 德雷是一款超级适合新手入门的品种 虽然体型大了一点 但体质真的是壮如牛 看很多肉友分享 它夏天完全不怕晒 可以从年头晒到年尾 淋雨也不用担心 完全交给老天爷照顾就OK 所以今年夏天我打算让德雷离开遮阳网的保护 改住在第一排摇滚区 勇敢挑战度下 希望能安全过关 接着要上盆的是桃枝椒 经过考虑以后 决定把原本群生的小分株 分成两盆种植 而且选大一点的盆 让他们尽情发挥 这样我也可以偷懒 或许可以撑个两三年以后再换盆 在台湾大部分的卖家 都以桃枝椒来称呼这个品种居多 查过网络资讯有的肉友说 桃枝椒和碧桃应该是不同的品种 但也有肉友看法不同 依据两个品种的拉丁学名是相同的来看 推断他们应该是同一个品种 若以外观形态来说 其实非常相似 比较这两个品种 在养护上的习性和生长形态 确实是大同小异 所以网络上这两个品种的照顾方式 都是可以参考学习的 桃枝椒是老品种的普肉 属于中型品种 生长速度还蛮快的 竟敢容易木质化 自然形成老妆形态 它的叶片虽然偏薄 但植株基本上都长得很扎实 被园艺叶者称作树形石莲 它的叶片呈导软型 有小巧的叶间 颜色是翠绿色 叶面披护着薄薄的白霜 在充足光照的环境下 叶片会呈现黄绿色 叶圆会淡淡的泛红 如果环境温差够大 还可以养出果冻色状态 看起来会更加轻力动人 好养好照顾的桃枝椒 不但价格便宜 又有小清新的颜值 体质还很健壮 在台湾几乎没有休眠期 是可以轻松度下的品种 超级适合新手 看很多肉友分享的养护经验 在成猪以后 甚至可以全年日晒不用怕 我也有在考虑 今年是不是应该要让家里的阿娇们挑战度下不遮阳 不过如果是年纪还小的桃枝椒 在沿下时还是要提供适当遮阳 以免又嫩的叶片晒伤哦 另外群生的桃枝椒 因为叶橙和植株的堆叠触涌 叶背和叶星很容易成为 害虫隐蔽的绝佳场所 像是叶满和借壳虫 就很容易找上门 所以平时还是要多加留意哦 接着要上盆的是魔海 我打算把圆珠和解下来的枝条 合并种植在一大盆 由它随性发展 如果能变成一大片热闹的魔海也很不错 它拥有锯齿状的叶形 两两对身 叶表富有薄薄的白霜 正常情况下叶片是翠绿色的 在光照充足和秋冬低温时 会转变颜色 由叶圆往内蕴染 红红橘橘的展现亮眼的建成色彩 依据网路上若有分享的经验 魔海是适合新手的品种 长得快 分株群生也快 还可以尽量日晒 尽管雨林 在养护上几乎没有什么难度 唯一要注意的是 如果光照不足 就会像我养的这样 抽高高还绿油油的 魔海是属于前兰菜鼠的品种 这个鼠的多肉 夏天是它的生长期 以前我刚入坑 没有细细研究分类 把它当作东行种照顾 我打算今年夏天 就不让它住遮阳往底下了 找个有半日照 直射光的位置给它 希望它能越来越漂亮 终于完成换盆的工作 天色都暗下来了 住在大大的盆子里 看起来叶片和枝条 有一些稀疏 凌乱 也有一些孤单 在去年冬天重新入盆以后 一直到最近 春天进入尾声 已经过了四个月的时间 接着就来跟大家分享肉肉们的近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一期影片的主角 除了群生的桃枝胶以外 其余都是当初刚踏入肉坑时 花20元铜板买的小小一寸盆 一点一滴慢慢成长和累积 历经两年的时间 变成现在肉多多的样貌 期待今年夏天 他们都能顺利度下 那这一期影片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次见 拜拜